女星玉芳在演艺圈拥有极好的人员 嫁给珠宝富商育有三个子女 平常都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家庭日常 但没有想到玉芳昨天却突然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全身冒冷汗送急诊 同时也附上一张掉点滴的照片 透露目前的病况 玉芳提到因为天气炎热 她通常不吃生食 但前个晚上在饭店自助餐 看到烟熏鲑鱼片的时候 虽然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夹了两片来吃 但在凌晨5点的时候就开始腹痛 还频繁去厕所 到了早上 玉芳吃了一包胃药 原本以为她可以正常工作 结果化好妆之后 剧痛又再次袭来 于是赶紧请朋友帮忙挂号 后来甚至是躺在担架上送去急诊 在经过医生的诊断后 猜测应该是肠胃发炎 最后玉芳也强调天气炎热的时候 尽量避免吃生食 以免发生与她类似的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